看到嗎 我的側面 怎麼進去了 差非常多 對吧 嘴巴的部分 真的是有明顯的改變 大家好 我是紀安 大家都問我什麼叫紀安 因為我的真名就叫做 紀 伊 安 一塊就變了 紀安 你們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我 拆 牙 透 現在超級整齊的欸 有點像模型欸 你看 超超重的 你們想先看我以前的樣子嗎 因為其實是有非常明顯的差距的 我主要是 牙齒這個眉牙的地方 比較薄 比較突出 先給你們看到正面好了 因為明顯看到就是笑號 眉牙很明顯是在下嘴唇前面的地方 眉牙比較突出 尤其是我以前高頓的時候 你們現在俯瞰我 嘴巴沒這麼突欸 這樣更明顯 為什麼不知道哪個自信覺得我像國學部 還竟然拍一個比對照有事嗎 小孩欸 你看一下比對 很明顯眉牙的地方就是有差距 對吧 沒有戴牙頭前的時候我臉超級圓 戴完牙頭之後的臉型 明顯的有差距 就是 這張 有沒有 我以前超誇張 我以前剪超級短的頭髮 你們知道嗎 那就是 愛黑歷史 好 下一張 看到嗎 我的側面 怎麼進去了 看 差非常多 對吧 嘴巴的部分 真的是有明顯的改變 然後我戴牙套已經戴了三年了 超級久 可是我覺得撐過來 一切都值得 我統整一些大家最常問我的問題 矯正費用 嗯 我矯正的費用是 八萬塊 我覺得其實蠻便宜的欸 我是那種比較明顯的傳統矯正 我總共把了四顆牙齒 因為這樣子才有空間往內移 那我是一個很嚴重的人 所以我把我四顆牙齒都留下來了 啊 重來看我的整個牙齒 找到你了 發現的事情 就是 我竟然 留了一撮頭髮 因為它是我這身中印象以來 留過最長的頭髮 就是這個長度 它完全是我的包啊 這是一種怪癖好嗎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來說一下我 剛剛戴牙套的感覺 會特別不習慣 而且會掛到肉 你們懂那種嘴巴破洞的感覺嗎 就是那種白白的 我那時候嘴巴最多破了三個洞 超扯的 那我就會覺得吃東西就會很痛這樣 還有特別是回診的時候啊 醫生會幫你換線啊 調線然後幫你調緊 回家的時候呢 真的會特別痛 那種痛是酸軟的東西 硬壓真的 啊 超痛耶 我有時候會被痛到醒來耶 但是痛大概只有兩到三天 那時候我就會吃肘啊 用吞的 都不要咬 必須這樣 痛到的時候 天啊 會超痛的耶 這是剛開始喔 但是帶久之後呢 我就有點慢慢習慣這種痛的 反而呢 我會為了吃喔 然後我硬咬這樣 然後我就忍那個痛 咬下去 天啊 超好吃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什麼帶牙套可以減肥 這種 我覺得不行 尤其對我這種吃貨來說 因為我們這種愛吃的 還是會想盡辦法去吃 這就是我戴完牙套的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 唉 那段期間 其實還行啦 我還挺得過去 就我的肉這樣可以碰到我的牙齒 最後最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醫生會給你一個 我的醫生是叫我晚上戴 固定牙齒的位置 然後避免牙齒泡掉 這個東西真的不能偷懶 真的要好好戴 因為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沒有認真戴那個威齒器啊 他的牙齒整個泡掉 他要花錢重新回去矯正牙齒 這真的是很花錢 千萬不能馬虎喔 恩 大概就是這樣吧 那這就提供給想要戴牙套的朋友們吧 唉 不管呢 過程多麼的痛苦 你們都要咬牙齒過來 因為呢 完美的牙齒絕對是值得的 加油啊 各位 恩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私訊我 好 我們下次見 我是金燕 我是白在彎 掰掰 欸 你知道 大牙套的時候啊 很多都是我大舌頭欸 然後我把牙套拆了之後 有沒有比較不會那麼大舌頭 我來找個題目挑戰看看好了 史上最難 läul honi 第一題 開始 天呃 好難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